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一段 古之为民者四 今之为民者六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古时候有四名 就是士农工商 这个为民者四 叫士农工商 就是有四种人名 今之为民者六 为什么叫六呢 因为加了两个叫僧和道 僧么主要是佛家 道么主要是道家 那么古之教者处其一 今之教者处其三 古之教者处其三 就是说古代的时候 士民主教化 民主教化 于四名之中处其一 那么这个 你看处其一 今教之者处三 处三就是说 身为辱道佛三家 辱道佛来三家 来教人民 农之加一 而食素之加六 工之加一 而用气之加六 故 故是商故的意思 就是商人 故之加一 而知焉之加六 奈之和 民不穷且道也 这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因为古代的时候有四名 今天增加了六名 古代古时候的士民教化 与四名之中处其一 今天士和僧道 就是辱道佛共同教化 与六名之中处其三 这样的话 一户的农民就要供养六户人家的口粮 一户公民就要供户六家的器用 一户商民就要供六户人家的生活资料 这样如何不弄得人民贫困呢 然后被迫去做盗贼 这个滋烟的主要是指的这些生活资料 就是说你看现在干活的人少了 但是被养的人越来越多 你看僧道他不用干活 他就要用士农工商来养 那么这以前是养三 现在要养六 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人民就很穷 穷困了 然后就被迫去做盗贼了 这是指的现状 再接着往下看 叫古之时人之害多已 古时候人们遇到的危害是特别多的 有圣人者立 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 相养之道 那么有圣人出来了 教导人们共同的生活 和这个掌域的这个道理和方法 神农士像这些 神农士还有这个炎帝皇帝这些 他称为圣人 威之君 威之师 屈其虫舌禽兽而处之中土 那么为他们设立君主 为他们设立师长 赶跑虫舌禽兽 让人们生活在中原地带 寒 然后威之一 鸡 然后威之石 木处而战 土处而病 然后威之公事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冷了就给他们帮找穿的 饿了呢就给他们找吃的 然后住了在树上容易颠补 然后就挖个土洞啊 住在土洞里呢 又容易生病 就帮他们建造什么样 宫室就是建造什么样 房屋 建造房屋 然后讲 威之公 以善其器用 威之谷 以通其有物 威之医药 以祭其妖死 威之埋葬祭祀 以长其恩爱 威之礼 以赐其先后 威之乐 以宣其引玉 焉玉啊 然后这个 威之正 以帅其代卷 威之行 以除其强梗 这一段都是讲圣人的作用的啊 圣人作用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 一个来说 人们呢就 为人们就来分设公民 然后来充分的供应他们的器具 为人们分设商民 来沟通他们的有无 就是士农工商嘛 为人们寻找医药 来拯救他们的夭折死亡 为人们倡导埋葬祭祀 来增长他们的恩爱感情 然后又为人们制定礼仪 来序列他们的尊卑掌幼 为人们呢制作音乐 来宣泄他们的抑郁和苦闷 抑郁口闷 所以这是叫 音域 音域的话主要是指的是人的苦闷啊 人的苦闷 然后再接着往下看啊 然后为人们布施政教 来监督 防止他们懈怠 为人们设立刑法 来铲除强暴 强梗的意思呢 就是强暴的意思啊 强暴的意思 好 我们接着往下再看 向七眼 为之 伏羲 抖胡 权衡 以信之 又欺骗别人的事情呢 便为人们舍之腐节 腐息呢 就是腐节 息呢 就是印章啊 腐节印章 然后那个 抖胡 权衡 来表明什么呀 信实 信就是信实 如果相七的话 总是有公平 有公平的东西 可以衡量啊 可以衡量 然后接着 相夺也 为之成国 甲兵 以守之 又侵略别人的事情呢 便为人们 筑成国 造兵甲 来帮助守卫 害制 而为之被 那么总之呢 是有了危害呢 就会为人守备 为人守备 换生 而为之防 发生灾祸 就为人防范 就为人防范 今起言曰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现在老子那一派的人 就是道家那一派的人 却说 如果圣人不死 大道 大盗窃国家的事情 就不会停止 大道不止 然后抛抖折横 而民不争 只有批掉抖 折断秤 人们才不会相争 呜呼 呜呼 其意不思 不思而以以 这里边讲到 说这种话的人 实在是不去想一想罢了 其实这一段呢 也是用具体的例子 来说老子的学说 是无稽之谈 说这种话 实在不想一想 如古之无圣人 人之类灭绝已 如果古时候没有这些圣人 人类早就灭绝了 何也 无羽毛临界 一句寒热也 无爪牙 争识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没有羽毛临甲 来适应严寒枯树的环境 也没有锐利的爪牙 来与禽兽争夺食物 这里边其实总的 这么长的一段 就是说圣人之重要 圣人对古人来重要 所以说就从这个角度的来反驳老子的一些消极的无为的学说 好 再接着 事故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治之民者也 这句话意思是说因此啊 事故是因此 因此呢 君主呢 主要是用来发布命令的 而臣子主要是执行君主的命令 并且把它给传达给老百姓的 民者出 粟米麻丝做器皿 通货 通货 于是其上者也 那么老百姓是干什么呢 老百姓是生产 粟米麻丝 制造器皿 流通货物 来侍奉上面的 这是人民的作用 连他把每一个职业的作用都定下来啊 君不出令 则施其所以为君 如果君王不发布命令呢 就施掉了君主的职责 臣不行君之令 而治之民 则施其所以为臣 那么一个臣子 如果不执行君主的号令 而传达给老百姓 他就失去了做臣子的最基本的职责 民不出粟米麻丝 做器皿 通货 以事其上 则诛 那么老百姓如果不去生产 肃米麻丝 制造器皿 流通货物 来侍奉上面的人 就应该受到什么 责罚 诛就是责罚 经其法曰 避其而君臣 去而父子 进而相生相养之道 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那么按照现在佛教的说法说呢 必须废弃你的君臣礼节 断绝你的父子关系 取消你共同生活和 共同养育的道理和方法 那么这样的话 这这一段呢 就可以看出来是 批驳佛家的 批驳佛家的 以求其所谓的这个清净和寂灭者 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求得 他们所谓的清净寂灭的境界 呜呼 阿鸦的意思啊 感叹呜呼 以其幸而出于三代之后 不见出于 与汤文武周公孔子爷 这些荒断的说法 也就交性的出现在的夏商周三代之后 没有被与汤文武周公孔子 废除掉啊 废除掉 然后 以 呃 起义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 不见正于汤 呃 与汤文武周公孔子爷 然后呢 这些荒诞的说法呢 又不幸没有出现在夏商周三代之前 没有得到这些人的纠正啊 孔子爷得到纠正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 他主要是来反对佛教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 你来丢弃这些日用的东西 然后在那里求所谓的清净寂灭之道 这是不可取的 你看这种方法呢 他只是出在三代夏商周之后 他就没有在古代有圣 有圣人的时候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说法啊 这是性 这也是不性 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的啊 这也是不可取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